好 在这一边从N个不同的元素中每次取是R个元素为一组 它的组合是NCR 然后也是NPR吧 R-Vectoria N-R-Vectoria R-Vectoria 这个是它的Formula 然后我们看啊 我的R等于N的时候呢 我就是说我在这一个地方 ok 我在我的这一边 我放N进去 ok 我放N进去 然后它就会变成N-Vectoria N-N-Vectoria 然后N-Vectoria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就会变成0Vectoria N-N是0嘛 0Vectoria 我们知道0Vectoria会是等于1 所以这个是1 ok 所以N-Vectoria除了N-Vectoria 我会拿到1 R等于0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把这个R等于0放进这一边 N-Vectoria N-0Vectoria 所以你看在这个 我的这个0Vectoria 它也会变成1 然后它就变成N-Vectoria 然后它也会变成1 然后呃 我的NCR是N-Vectoria N-R-Vectoria 然后R-Vectoria 然后我的NC N-R的话呢 就是说我把我的这个N-R放进这一边里面 ok ok 呃它就会变成那个N-Vectoria ok 我在这一边 我有这个呃 我有N-V N-R等于N-Vectoria 然后N-N-R的Vectoria 然后我还有N-Vectoria 然后我的这一个部分 这一边啊 这一个部分 它呢 是把这个沉进去 沉进去 所以它会变成N-N-R 然后它就变成R ok 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N-Vectoria 然后R-Vectoria N-R-Vectoria 诶 这一个就跟我的N-Vectoria N-R-Vectoria R-Vectoria 也就是我的N-C-R 其实是一样的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有N-C-R等于这一个东西 所以N个不同的组合 R个组合等于N个不同的组合 取N-R个不同的组合 好 来 在这一边呢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 就是说 我在我的这个计算机里面 我找7C-X 然后我start from 0 end at 7 然后step size是1的时候 我7C0是1 然后我的7C1也是1 我7C6是7 然后我的那一个7C1是7 然后我的7C2是21 然后7-2是5 所以我的7C5也是21 然后我的7C4是35 然后我的7C3也是35 7-43 7-34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对称的 左右对称的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边它是属于对称的 左右对称的 嗯 你可以看到它是 你看 左右对称的 看到吗 然后我们还有这一个 35-35 这一边这样 ok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 它之间都是属于对称的 这样 这个我就不要拿掉 这个 我拿掉它 你看3-4的是对称的 然后 我的这一个1的对的是7的 然后我的那一个2的对的是那一个6的 然后我的1的对的是6的 然后我的2的对的是5的 你看2121 1117721213535这样 它是对称的 ok 然后在这一边呢 你就心里想 我7个里面我选一个 所以有7种选法咯 然后我7个里面我选6个 它是属于 那一个解释有7个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就心里想 我7个选6个嘛 这样等于我7个选一个不要 这样就是7选1咯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嘛 就是说它就是另外的一种选法啦 所以我R个 然后剩下的N-R是另外一个组合 所以它的这一个呢 呃 什么NCR跟N-N-R呢 它是组合的数量是对应的 所以我的R个元素的组合有多少个 N-R个的组合也是有同样的 所以在这一边呢 你看啊 A B C 我每次选一个的时候 我选A 选B 选C 三个选一个 这一个是三个选一个 然后再来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剩下两个啊 这样就是说我剩三个选两个不要的咯 我三个选一个要的 然后三个选两个不要的 我不要B C 我不要AC 我不要AB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就有BC AC AB 所以它是A对应的 要A 就不要BC 要B 对应的不要AC 要C对应的不要AB 这样 OK 所以我的3C1 3C2 它都是属于3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3C2其实是等于3C3-1 这样 OK 所以它就是3C2 3C1跟3C3-1 3C2是一样的 所以它都是三个组合 这样 OK 所以它是左右对称 嗯 ach